我們一樣就是第三個是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的部分呢 一樣就是要插入函數的時候 要出現就是使用者制定裡面的那個業績函數 那一樣呢我們有一個銷售量跟銷售額 就銷售金額了 然後一樣就可以把它return回來 就會有一個結果 那這個做法因為前面也做了蠻多的 所以我們大家快速來看一下 這個做法一定是 如果你要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能夠出現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你要插入程序裡面選方選 那名稱的話叫業績函數 刮戶裡面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銷售量、逗點、銷售額 那再return給誰?業績函數 所以呢我們會有一個邏輯判斷 if 那if就是銷售量如果大於20 銷售額大於8萬的話 那會有一個then 然後呢輸出給誰?輸出就return給業績函數 那反之的話呢也是就是業績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種寫法前面應該類似啦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應該不陌生才對 所以假設我今天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要做出業績函數 那第一個一定插入一個程序 選Function 然後這邊的話給它名稱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就是加這兩個啦 那當然你會有幾個格子 你就加逗點、逗點、逗點 不過如果說你的數量多的話 比如說一整排啊有沒有 就是可能你要少一個範圍的話 這個好像我們前面也講過啦 不過因為這兩個剛好分開來 它如果是在旁邊的話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改寫成為一個範圍 就是選的時候它不用選一個、兩個 它就少一下、少一次就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改寫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前面有講過嘛 應該有印象嘛 就是在那個手機函數裡面有沒有 你不是少了三個吧 本來要點三次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一次 那個是範圍式的 那這個底下一樣的判斷嘛 那它給我們 那我們判斷一下 如果這個大於20 AND大於8萬 這個應該一樣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Return給它自己 所以Return回來 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種寫法 我想也是跟前面蠻類似的 只不過它是有點互動式的 有引述、有Return OK 那返還回來之後的話 就會是最後的結果 OK 好 那這個完成沒有問題了 再來的話 我想偶爾 這個應該 等一下我們會直接用另外一個偶爾 就是這個 我想直接來看這個綜合練習 因為綜合練習也是用偶爾 那這個我想 如果你們等一下有時間 也可以自己做做看 這個是用偶爾的方法來做的 那我們乾脆直接做那個 綜合練習這邊的偶爾好了 那這個綜合練習裡面 主要就是判斷什麼呢 判斷標準跟不標準 那什麼叫標準呢 就是說呢 它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所謂的增減體重 就是說它跟標準體重相比較之下 它的 就是說呢 它的體重 如果是正的話 就是說 比標準體重還要更 更來得更重 就更胖 所以如果它的標準是在 正負百分之五之內的話 表示是標準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假如說它是大於百分之五 或者是負百分之五 就是比較輕的 過輕的 這兩個都是屬於什麼 就是屬於不標準的 就是過胖 或者過瘦 OK 那這邊的話就要輸出 這個應該就不標準 這不標準 不標準 OK 好 那這個 這個應該標準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直接輸出 這個地方就是函數了 另外當然你可以用一個所謂的 VBA跟自訂函數 一樣可以完成 這個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畫給各位 那用的那個邏輯就是用偶爾 用偶爾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用AND應該做不出來 因為不可能一個人又過胖 然後他又過瘦 應該不太可能吧 然後白天過胖 晚上過瘦 OK 不過這個標準是跟標準體重 不過這個標準體重 那蠻多的 什麼BMI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公式 那這邊當然不是重點 我們的重點是在 如果我今天要判斷是那個過胖 或者過瘦的人 那也許這個是一個健身中心的資料 假如說他的會員裡面 他能夠再繼續開發的話 我想應該是 可能是不標準那些才是他可以開發的 所以可能你需要的應該是不標準那些人 所以如果說最後的假如 所以後來我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做完之後 再寫一個VBA 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標準的全部刪除了 因為我只是想要留下不標準的 標準的我不用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一鍵完成 自動全部把那個標準的自動就全部都刪掉了 那順便等一下會講一下 一個延伸的那個練習就是 如何批次的一鍵刪除 那個你不要的資料 因為可能工作裡面常常會遇到說 一堆資料裡面 但是你要一直刪的話 你要靠眼睛去比對 但如果你不希望用眼睛比對 而是用VBA自動幫你 把不要的資料給刪掉的話 那等一下這個延伸順便講一下 試試看 這個是我們的綜合練習 邏輯函數裡面的這個題目